这老娘们又么乐了,人家说了今天一位来自东北的公主,想要吃着米饭,配着第三仙,优雅的享用下午茶,你就说你多能整井啊,是,你高尚,你优雅,你是人间四月天,我那么在厨房做第三仙,你是真没考虑在这三十多度里延延夏日我能不能经得住这厨房的考验呢, 咱要说我犯了啥错误,你直接问我直接招了还不行吗,咱能不能把这用行的环节给它省略掉啊,你要是再这么整我,我可要把这厨房重新装修一下子了,我先改的地下跑一个水池,我再整点绿化啥的,栽点椰子树,我就当这个夏天我是在三亚度过的了,还不行吗,你瞅你们去个三亚多费劲,又得骑自行车倒客车,客车倒火车,火车倒轮船,轮船倒高铁的,然后还得坐飞机, 你看我拖成事,直接在卧室除了一垮的远就到三亚了,明天我得买点背心,买两个游游枯茶啥的,再买点防晒,咱们直接开启度假模式,度假之前先把这第三线给人家公主做了吧, 这土豆茄炸好葱蒜爆锅,放点蚝油,放点生抽,给它爆香了,放半碗水,再放点老抽,调点颜色,鸡精味精白糖,看着放就行,淋点水淀粉勾个芡,这勾芡的时候注意点,看着点,给它勾成这个粘的糊的程度就行了, 把这炸好的土豆茄子往里边一放,给它咯愣匀呼的,就完事了,这家伙嘎嘎下饭,你吃下去吧, 有的人对东美菜的认知就是习嫩呼闲娇年,但是这一点我不赞同,咱东美菜主打的就是一个下饭, 说到下饭,这个辣八算,那是嘎嘎下饭,喜欢吃得自己去除床扒了哈,行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出去买游泳裤头了。 请不吝点赞